這位復健科醫師 我相信他真的很健康 他說他自己沒有什麼不良的嗜好 我們通常來講 不良的嗜好是講抽菸 抽菸 喝酒 賭博 嫖跟賭 對 嫖 嫖 嫖 比較直接 嫖 對 最近嫖搞不好變成是一個 正面的東西 有付錢 又有付錢 最近嘛 賭買勞務 不是 如果說情侶或者是夫妻 嫖就變成一個正面的東西 增加彼此的關係嘛 對不對 找彼此 那如果你是去外面買 如果你已經結婚了 這個就不對了啦 對 這樣 然後他說他沒有什麼物欲 就是有時候人要有物欲 像個人 對 人味就要造出來就對了 是 他說就算假日作息他也差不多 賣偏 去外面 庭座 名下 洗澡 這樣 他偶爾啦 他說偶爾他會到郊外去踏青 或者是有餐廳的聚會 講實在話 他其實裡面幾乎沒有去談到 他感情上的需求 對 物質上的需求 都沒有 可是我覺得作為人 就是靈性跟那個 就是都要 對 人性跟靈性 對 我先請教一下欣賞 如果你這個 男朋友四十八萬一個月 但是他很空靈 但是他不想跟你做愛 OK嗎 其實我覺得這對我來講是 會我很想去挑戰他 如果他是我男朋友 因為你知道嗎 以前我有一任男朋友 也是很空靈 他是一個美國人 然後他那個時候來到台灣 他就是追求一位 也是同樣是外國級的高僧 那時候我在大學我跟他交往 然後他也會打坐 也會冥想這樣子 意思就是說 他會告訴我說 我幾點到幾點 就是你打電話來找我 都不會接電話 因為我必須要打坐跟冥想這樣子 可是那個時候以我是大學生 可是那時候肉欲鼎旺盛 我就會覺得說 好有挑戰性你知道嗎 就是很像青蛇裡面的那種劇情 因為我是個很有人性的人 那你就覺得他就是一個 無動於衷的一個高僧 你就很想要把他的那種 世俗你也把他引誘出來 結果後來我覺得我成功了 你知道嗎 對 就是會覺得就是 就是你就會覺得說 人家就是你懂嗎 你也他也挺是 對不對 挑戰性嘛 然後年紀也不是說 很...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人家 阿彌陀佛來吧 就是說他可能就會告訴你說 那你沒關係嘛 你在打坐之外的時間 那你也不是說不能做 那件事情啊 對不對 那他只是會覺得說 可能有的時候就覺得說 我們就是盡量 因為畢竟這一個地方 可能就是覺得說 他內心有這個佛跟高僧 不要做這件事情這樣子 我說好那我們不要常常做嗎 我們就是盡量 我們就是一兩次 後來他也是被我說服啦 我說真的覺得你扮演那個 白蛇在裡面的那個青蛇 感覺是還滿不錯的 很有興趣 OK 所以你會去刺激他 勾引他 誘惑他 我會覺得說來吧 Come on 世俗的世界 到那個黃藍綠 女燈紅酒綠 就好勝耶 請他下凡 對嘛 我要下凡 偶爾下凡 對不對 如果你火把它燒不起來 其實火燒不起來的話 我就會覺得 真的就放棄 可是我想跟大家講 因為今天 七十八萬呢 要放棄 拜託 四十八萬 老娘也可以自己 努力去賺 我真的 我對於男人或伴侶 我真的不是看在錢財這上面 可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你知道嗎 我在看這個案例的時候 跟你們講 我二十年的婚姻 我跟你講 你的生活其實也頂規律的 你可以告訴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七點也是跟我老公一樣 因為老公也是自由業 七點起床嘛 對不對 然後也是大家 要嘛就是先忙工作 剪剪片 寫寫文章 接下來的話呢 可能我們就是開始準備午餐 午餐完之後呢 還要看個電視 還要睡午覺 雖然午覺以後 因為我們社區還有游泳池 還有健身房 我們就開始去運動 好 於是就這樣子 你看十年如一日這樣子搞 你知道嗎 我老公才兩個禮拜前 就跟我講說 十年如一日就這樣過了 不要講說 十年如一日就這樣過了 我們就這樣子過了 好 對不起 沒有約我出去 大概也是這樣 而且你會覺得說 今天是週末假日嘛 那雖然午覺起來 應該去哪裡走走 可是你們又會覺得 可是要去哪裡走 然後又不知道去哪裡 那還是繼續去 一起去運動 一起去游泳 還是會一起做啦 倒沒有說他愛做 我不愛做好 那接下來他兩個禮拜前 就跟我講說 老婆我會覺得 我們因為我們也沒有小孩 我是會認為 我們是不是應該每個月 一次有個date night 就是一個約會的一個夜晚 就是說我們順便午覺 也是可以順便午覺 順便午覺起來 你就打扮一下 然後我也裝扮一下 我們就挑家餐廳 我們可以去信義區 因為我們家住 比較遠在淡水 所以說我每次要跑一些 譬如說bar還是什麼 我就覺得好懶惰 可是他就會覺得說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 為生活增添一些刺激 我覺得他會想 我也覺得很高興 因為我會覺得 謝謝你提點我 這樣子生活 才會有情趣嘛 是中國上的意識感 你不會在乎嗎 對 不太會 四百八呢 等一下 四百八 然後我怎麼樣撩 當青蛇也沒有辦法撼動他 這個很難覺得 很難喔 對 就開始會覺得說 不過沒關係 無欲則剛 所以你也不是因為錢的關係 是大小的關係 就是說是我 就是能力 就是會覺得說 好吧 那沒關係 你就做自己 可是那他四百八 他要給我多少錢花 這也是個重點啊 是不是 其實他這個 付箭規這樣生活也不錯 可是我覺得應該 再加一些元素 比方說跟太太會聊天 去看電影 對不對 或者大家一起吃個 煮個菜 喝個酒 都好 好像都沒有談到這個部分 所以如果沒有做愛 沒有聊天這個OK嗎 你OK嗎 其實不行 我覺得男女在一起 結婚到最後一定會像 西西亞跟她的老公很恩愛 可是最後會回歸到平淡 但是一開始那個激情真的很重要 你是靠那個激情開始 然後後面大家回歸平淡之後 因為還有那段激情在前面撐著 所以你看他們就會討論說 那我們是不是 每個月一次兩次 我們要找回原本那個戀愛的感覺 所以 對生活呼吸情緒很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 因為人生沒有太多 柴米而言這樣促長 磨到最後 我會覺得我幹嘛跟你生活 可是就是有時候有點曖昧 然後一起喝一杯酒 然後手牽手去看電影 就靠那個小小的幸福支撐 日常的脫磨 不然這個車子開著出去 兜兜風也不錯啊 開著眼睛都好 可是其實要刻意 你沒有刻意日子 就是這樣子過下去 是真的 可是四十八萬呢 四十八萬不花在我身上 跟四萬八沒有差別 它不會花在你身上嗎 它會花在我身上 它搞不好叫我時暴時消 你知道很多男生 它這個沒有交代 而且他說他沒有物慾 他又不愛吃東西 他死了 我死了 他真的死了 真的 他花在我身上 我人家不吃東西 賣片 賣片 對 他頂多挑一個 莓果口味的 他就覺得這樣很好了 對不對 我說我想去吃個早午餐 那沒有健康 只要做冰檬罐 而且人生很漫長 如果他都這樣的話 我真的不行 我覺得四萬八的 四萬八的男生 把所有花在我身上 比起四十八萬 跟我計較時暴時交 我覺得四萬八就可以了 我可以彈 我想要學生 我可以彈 你剛講學費就多少了 我可以彈 沒有聊天OK嗎 不行 是不是 不行 真的必須要交流 你跟你老公一天聊多少天 我老公真的很忙 然後他即便是下班後 他也就是研究做什麼菜 或是說 他是廚師 對 然後他今天有什麼客人 他上次聊過什麼 講過什麼 他都會去思考 就是他腦袋一直在動 都沒有時間去跟我聊天 真的喔 對 那你會跟他抗議嗎 抗議 但是 聊聊陳建州不行嗎 不少要講這個啦 不然要聊什麼 總統大選 對 大家都忘了這件事 有 我有給他傳這個 新聞 傳這個新聞 對 因為你根本有時候 你碰不到面 對 或者是他回家太累了 再睡覺 所以我有時候看到一些 有趣或者是說 有可能可以當成話題的 我會傳給他 然後他有跟你聊嗎 看他的情況吧 有時候可能真的忙到 都沒空跟我聊 這樣沒有聊多久 其實每天都有 但是可能時間不多 對 多少 時間多少 多少 就斷斷續續的 可能二十句吧 二三十句吧 對 你會找他聊 我會找他聊 對 因為我覺得 你必須要有聊一天 婚姻才可以繼續下去 所以我覺得 其實像這個case 我會希望他可以 每天你不要說 抽一個小時 二十分鐘也好 但那二十分鐘 你比如說一邊滑手機 一邊跟我聊天 你必須要把所有的事情 放下來 我們兩個人是真的是 很專心地去互相交流 聊廢話 無聊的事情 我覺得都可以 什麼叫廢話 就是沒有意義的 可能就像陳建州這些 等一下 這個也滿有意義的 他最近會對提升婚姻 還滿好有關 沒有 就是 我們都聊這種 因為我先生是比較 專注於工作的事情 對 這些是跟他 工作沒有關係 所以對他來講 可能就是 不管我是的事情 對 就是那些 就是這些話題 可能就是 隨便跟他聊一聊這樣子 你可以找餐廳的經營 去外面吃哪些菜 可以跟他聊這些 引起他的 我對於吃 其實沒有什麼很大的要求 你們兩個交集 對啊 因為你都要寫做到凌晨 然後 沒有 現在沒有寫做到凌晨 現在是顧小孩顧在凌晨 顧小孩顧在凌晨 辛苦辛苦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